话说在十二年前 王强总是三天两头的 来找赵军喝酒 而对于这位常年在一起 跑长途贺车 已经相识很久的老朋友 赵军自然是乐意奉沛的 毕竟王强也是一个 算得上车很大方的人 每次把赵军喊出来喝酒 从来不让赵军出一分钱 都是自己抢着去买单 不用花钱就可以蹭一顿酒饭 只需要每天当这个王强 两个小时的心灵导师 和他东拉西车一通就行了 这种事对赵军来说 是何乐而不为呢 其实王强的心情郁闷 是可以理解的 没啥呢 最近他老婆在和他闹离婚 已经有一段日子了 王强每天都对赵军抱怨自己 那个即将与他离婚的妻子 说自己老婆如何对不起自己 讲自己为了自己的老婆 放弃了多少 在赵军看来 这两个婚姻呢 本来就不会长久 离婚呢 也是必然的 毕竟两个人呢 从自己的原本的婚姻中出轨 才走到一起的人 谁又比谁好多少呢 而导致王强和自己的妻子 李某离婚的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李某的婚内出轨 就像当初他为了和王强在一起 而出轨一样 王强每天在外面的辛辛苦苦的 跑长途货车赚钱 把自己的妻子安排在家里 照顾两个人的孩子 做一些洗衣 做饭的这些活儿 没想到 没想到呢 老公长期不在家 这就是他自己的老婆 李某心中 生出了别的想法了 李某刚刚闲在家中那段时间呢 一切呢 还算是正常 刚开始的时候 李某呢 喜欢约上左林右舍 一起打马将 输了钱就找王强谁手要钱 赢了钱呢 就拿去给自己买衣服了 王强一开始呢 还能够容忍 后来呀 直接抱着眼不见 心不烦的态度 打着跑车的名号 时常不回家 在外一待呀 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没想到他这个行为 却是给了李某出轨的契机了 李某见了丈夫 长日的工作在外 不能回家 于是他这胆子呀 是越来越大了 直接就把出轨的对象啊 给带回家中 这些事情啊 对他来说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而他和王强在一起 也是用这种方法的 再次做起这样的事情啊 对李某来说 简直就是轻车熟路啊 而王强呢 尽管再也不想面对家里 这不争气的老婆 但是还得时常 回来看望自己的孩子呀 毕竟呢 他和李某是充足家庭 各自带着孩子 在一起生活 王强不在家之后呢 李某总是 不给他的两个孩子 什么好脸色 迫于呢 需要人照顾自己的孩子 王强也只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了 这段时间呢 他的老婆 李某呢 在王强的面前呢 还是装作一个慈母的样子 还只能经常回家 保证自己的孩子们 过得不错 本来因为 这只是一次 平常的回家之旅呀 李某或许 还是和平常一样 带着一帮人 坐在家里打打麻将 可是呢 他发现老婆 没有准备饭菜 家中一片狼藉 反正这些呀 王强早就已经习惯了 他回家的目的呀 只想看看自己的孩子们 这两个听话 优秀的孩子呀 一直都是王强骄傲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一天家门口 进行无比 没有打麻将的声音 更没有各种 喧哗怒骂的声音 难道自己老婆转性了 这两天竟然 开始不打麻将了 可是当他把房门打开 时候这么一看 之间 把他气得 差点晕厥过去呀 原来 自己家的客厅里 一男一女 正紧紧的抱在一起 而且身上光溜溜的 显然 是自己进来 打断了 这两个人的好事啊 而这个女人呢 正是自己的老婆 李某 王强一时怒火冲上心头 抡起拳头 就要向这两个 不知廉耻的男女身上打去 那男的一开始情况 无对劲啊 撒牙子一流烟的 就跑了 于是啊 王强的一向怒火呀 只能发现在李某的身上 李某被王强打的是 遍体鳞伤啊 但是呢 他又不敢说一些什么呀 生怕更加激动王强 只能不停的闪躲 经过这件事之后 王强下的决心 就要和李某离婚了 你说这样的女人 自己的孩子 将为他天天照顾 自己在外跑车 怎么能放下心来呢 所以啊 王强的心头啊 急于着大量怒火 只能天天找自己的好兄弟 找今儿去喝酒 想要找一个人呢 轻闹自己内心的恐闷 用酒精啊 麻痹一下自己 又是一天 王强跑完车回来之后 就找赵君出去喝酒了 尽管最近呢 已经没有最开始那么难受了 但是啊 和赵君一起喝酒聊天 就好像成为了 他们生活的一个习惯了 赵君以为这一次呢 可能和以前一样 平平常常的喝酒吃饭 决不料 这一次喝酒啊 喝出了意外呀 王强这个人爱喝酒 而且呢 喝完酒有个毛病 什么毛病呢 喝完酒话就多 但是聊来聊去呢 也不问那么几句 赵君早就习惯了 无非啊 就在他亲手一下 自己老婆 对自己怎么不忠了 在这个 自己身边 怎么去找别的男人了 有时候呢 赵君啊 装弯装样的 附和他两句 有的时候 直接又不搭理他了 毕竟呢 喝醉的人 又会记得什么呢 但是今天他发现呢 王强和以前不一样了 他一会兴奋 一会又恐慌 喝醉酒之后的情绪 明显和平常不同 赵君就觉得奇怪了 就问他了 哎老王啊 咋的不舒服啊 没想到 王强写下来那番话 直接惊得 赵君不知如何是好啊 王强啊 借着酒劲啊 对这个赵君 神秘叨叨的就说了 兄弟啊 你知道 那女人有多狠吗 我跟她一起 做了那么多事 该干的都干了 不该干的 我也都为她干了 她怎么能说 出轨就出轨呢 不过也是 她那样的女人 连自己丈夫死了 眼睛都不眨一下 出轨也不是什么大事 一听这话 赵君就问了 哎老王 他老公不是你吗 兄弟啊 你别讲那么多了 你人得好好地活着呀 出点事 咱们就得度过去呀 赵君以为呀 王强会有什么不好的想法 赶紧呢 开导他 不是我 不是我 我是说他的前夫 那个男的 那个男的可真惨啊 遇上这么个老婆 我也惨 我竟然和他走到一起了 兄弟啊 你别怪我 我当时也是一时昏了头 要怪就怪 姓李的那个女人 是他勾引我的 是他想要你的命啊 说着说着 王强突然激动起来了 赵君听到这里就开始感觉不对劲了 这个事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呢 赵君一听 好奇的就追问了 老王老王 你你啊 你先别着急 什么别怪你啊 你们 把他怎么了 你老婆 为什么要他的命啊 不 不是我 不是我 我没有想杀他 是我老婆 我老婆他 说如果 他老公醒过来 一定会把我和他的事 闹得人尽皆知 让我老婆和孩子都不好过 更有可能会要了我的命 我不敢的 我知道他老公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害怕他醒来之后 我和我的家 没有好果子吃 我只能那么做了 王强啊 半是激动 半是害怕的 诉说这个事 虽然在酒精的作用下 这时候王强已经可以说是神志不清了 但是啊 他说起这件事啊 却连很多细节都讲得清清楚楚 可见呢 这个事 在他的脑海当中啊 一定是无数次的回忆出当时的场景 由于呢 平时不敢说出 但是啊 也不敢忘记 可是却在这一次 酒后 无意中 吐露了出来 可能是他 压抑得太久了 终究是憋不住了 虽然王强的话语 时而模糊不清 时而呢 又显得 令人觉得非常的 这个意外 但是赵俊啊 还是大致听明白了 当年发生这个事 原来王强和他这个现任老婆李某啊 在村子里的时候 就纠缠不清了 王强的老婆呢 当时前妻啊 早就已经清楚了一个事 他又是无计可施 而这个李某的丈夫刘某 常年在外 更是增长两个人 私下里苟合这个气焰 两个人经常 有事没事 就混在一起 可以说呀 肆无忌惮 村里人经常可以看到王强 往这个李某家走去 一去就是半天 有时候 甚至呢 就会在这个李某家中留下过夜 大家都心照不宣呢 两个人都是有家庭的呀 那在一起干什么呢 大家呀 都不必多说 也不敢多说 而悄悄回家 想要给妻子爷惊喜的 刘某啊 那天晚上 回到家中 打一方门 兴高采烈的 拎着给自己老婆李某 带来礼物 一开房门 就看到两个 赤条条的摄影 一起呢 搂在一起 趴在床上 要说这个刘某啊 一直是在这个外甥的工地上 打工 非常辛苦 但是 但是也努力了 挣钱 养活自己家中的 妻儿 对自己的老婆也是 非常的这个 宠爱 可是 见到眼前 这个场景 他当即 怒火上冲 由于自己 经常在工地上 干活 所以呢 这刘某啊 身强力壮 向着王强 冲了过去 脚动手 当时啊 两人看到 李某的丈夫回到家中 吓坏了 两个人是抱头鼠窜的 衣服都来不及穿 害怕这个刘某啊 对他们施以毒手 但是呢 王强率先呢 被这个刘某 给抓住了 这刘某 挥许这个 完口半大的拳头啊 照着 王强脸上 狠狠就是一记电炮啊 砰 被打了一个乌眼睛 那鼻血呀 瞬间就喷涌而出啊 出 李某呢 却在两个人纠缠之际呀 逃出无外 本来想着 自己呢 去逃跑 可是 后知后觉的他 想到 如果自己这个肩夫王强 被老公打完之后 那自己 也落不得 什么好下场啊 所以啊 这女人呢 特别狠心 当即啊 他就拎起了一把铁锹 回到了这个房间之中 他趁着自己老公 在揍这个王强的时候 挥起铁锹啊 狠狠的 就拍了下去呀 这铁锹啊 就直接打在 刘某的后脑之上 刘某啊 当即扑中一声 就跌倒在地 你说这女人多狠呢 可是啊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李某的丈夫刘某 还没有死去 两人觉得呀 如果等刘某清醒过来 那两个人肯定啊 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王强本来 这个事被撞破 就十分担心害怕 一听 李某一说 他自己老公 如此凶恶醒来 肯定不会放过二人 说这件事啊 不只是 他李某的一个人责任 如果 他老公又报警 又对自己两个人 进行报复 那没什么好果子吃啊 因为 刘某这个人呢 那是心狠手辣 而且呢 为人身体又强壮 对 他们两人来说的 威胁太大了 他们觉得呀 刘某醒来之后 一定会变本加厉的 报复二人 所以 两人决定 干脆 把他干掉得了 就这样 这位姦夫淫妇啊 就把 自己老公刘某啊 拽到了后院 然后我两个人呢 轮流拿起 大大铁锹 一锹一锹的 就向着这个 刘某的脑袋 砸了过去 哎呀 这一顿砸呀 几乎 把刘某的脑袋 都给砸得细碎呀 脑浆都喷了一地呀 就这样 刘某再也没有了呼吸了 两个人这时候 商量好了 以后对外就说 这 刘某呢 在外面找了女人 重新组建了家庭 再也不会回来了 然后呢 两个人 就地呀 在后院 挖了个大坑 就把 李某的老公 刘某啊 放在这个 大坑之中 然后 给掩埋了起来 这个事做的是 神不知鬼不觉 没有任何人发现 李某和王强 两人家呀 本来呢 就是邻居 相邻不远 所以呢 刘某和王强之间呢 向来关系呢 是比较好的 刘某和这个 李某结婚的时候 王强呢 还采用了闹洞房 谁没有想到啊 两个人的结局 竟然会是这样 据 王强所说 当初 李某和刘某结婚 之后没多久 就出门打工了 家里呢 只留下了 毒血的妻子 和刚刚出场的女孩 李某这个女人呢 长得呢 有几分姿色 但是这女人呢 天性啊 水性洋花 心狠手辣 特别的不安分 时不时呢 就借着自己一个人 在家里 干不了中活的名义 就去 找这个邻居王强 哎 哥 你过来帮我拔完东西 你过来帮我修修东西 用这样的借口啊 就把王强 找到自己家中 王强一开始呢 也只是抱着帮助邻居的 这个想法去帮帮忙 可是有一天呢 李某呢 又来找他帮忙一些 这个活儿 搬大石块 并且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直接就和王强说了 强哥 你知道 我一直喜欢你吗 王强一听一愣 什么 有这种事 李某就说了 是的 强哥 你不知道 我根本就不喜欢 我的老公 刘某 在闹洞房那天 我早就喜欢上你了 一听这话 当时啊 二十多岁的王强 那正是血系方刚年纪啊 面对着这个略有滋味的女人 对她如此大胆示爱 一时之间 只觉 这个有些意外 而且不知道怎么去拒绝 但是内心当中却感觉 非常的刺激啊 王强的老婆呀 一直认为 她是个胆小的人 不可能有胆子 做出出轨这样的事情 于是 也就任由着 她和这个 李某啊 胡闹起来 只是觉得 她是图个新鲜 不可能真的做一些什么呀 王强 在说到当时妻子啊 并不反对这件事的时候 还悔恨的说 如果当时自己老婆阻止了她 那后来 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了 然而事情 并没有如果呀 妻子的放纵 使得王强的胆子 一天就比一天大起来了 她越来越频繁的出入 李某的家中 甚至夜不归宿啊 尽管心里呢 并没有那么喜欢这个李某 但是王强啊 还是享受着 和李某在一起 无论是从这个身体上刺激 还是心理上那种感觉 在两个人杀害了 李某的丈夫 刘某之后 两个人更是毫无顾忌起来 村里有人就问着王强了 你这样天天 和这个李某混在一起 做这些事 你就不怕哪天的男人回来 找你麻烦吗 而王强只会不屑一顾的 笑了笑回答说 不会的 他男人不会回来了 随着时日的推移 就连村里人呢 也都默认了 两人的关系了 但是王强的妻子 再也无法忍受 自己的丈夫了 和其他的女人 日日夜夜的混在一起 最终呢 就提出离婚了 他不明白当初 自己那么胆小的丈夫 怎么会变成 如今这副模样呢 难道 真的是自己 对他的放纵 所造成的吗 虽然王强啊 不想和妻子离婚 但是架不出妻子的 强力要求 还是与他分开了 借此机会啊 王强呢 就和李某决定 正式组建家庭 他们一起啊 搬到城里去居住 带着各自的孩子 然而婚后的生活 却不像两个人 想象那么顺利啊 各种矛盾是接踵而至 王某的懒惰 家暴都让李某 难以忍耐 最初说的气宽呢 早就被生活 所磨灭了 搬到城里之后 两人的感情 是越来越差 生活也是过得 越来越艰难 王强不得不去跑 长途货车 供养家庭 这却也成了 这个李某 再一次出轨的机会了 两人的结合呀 本来就不是正当的 所以轻易的 就被生活的柴米油盐 给打败了 最终呢 还是以离婚收尾 结束了这一段 荒谬不堪的感情 这也使得当初的真相 有机会显露出来 让义庄 深藏多年的命案 浮出水面了 在赵军 知道这些事情 真相之后 他没有第一时间呢 选择去报警 毕竟呢 这王强也是他的朋友啊 他内心里十分纠结 怎么办呢 在赵军活在世上 这三十几年呢 日子过得虽然也很艰难 但是呢 他并没有做出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 一直呢 在靠着自己的双手啊 努力的工作 努力的生活 王强所经历的这个事 对他来说 冲击实在是太大了 后来的几天时间里啊 再见到王强的时候 赵军一见到他 就忍不住想起啊 哪天和他喝酒的时候 王强所说的话 那些话呀 一遍一遍的 就在赵强的脑袋当中 这个 又浪下来 告诉赵军 眼前这个人呢 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杀人犯呢 赵军最后呢 出于抵挡不住内心的害怕 悄悄的 就找到警察 就把这个事情啊 告诉给了警方 就这样 这几陈年血案呢 就了出头之日了 他一开始以为警察 不可能相信呢 不会重视 毕竟呢 你说事已经过了十几年了 而且呢 这是在王强最久之下 所说的话语 他觉得王强可能啊 不会受到很重的惩罚 他实在是过不去 良心的一关 才来检举的 然而对于这样的一出 续谋杀的血案 人民警察 又怎么能轻易的放过呢 王强和李某我第一时间 就被警方逮捕归案了 两个人被抓的时候 第一想法都是 这事已经过去十几年了 是不是你出卖了我 那边合计 是不是 你出卖了我呀 两个人互相猜疑对方 觉得呀 就是因为两个人的揭发 才揭露了当时的这个案件 警方去到两个人老家 果然呢 就在李某家的后院当中 挖出了一具尸体啊 已经核实施体的身份 正是被两个人说成 在外已经成家的 李某的这个前夫刘某 当地老百姓那些村民呢 知道这个事之后 感觉太震惊了 原本以为呀 李某和王强呢 只是简单的出轨在一起 没想到 就连这样杀人蛮尸的事 两个人居然也做得出来 警方在找到足够的证据之后 正是两个人的联合杀人的罪行 开始呢 就对李某和王强实施审讯 以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和他们杀人动机 两人知道证据确凿 无法抵赖 也就放弃了无谓的挣扎 开始一五一十的 陈述两人之间的故事 王强就说呀 其实当时自己呢 明明没那么喜欢李某 他是更加真爱自己的妻子的 但是啊 没有挡住李某对自己的勾引 所以呢 他天天和李某纠缠在一起 最后就犯下了这样的泥天大祸 而且还失去了 一直陪伴在自己身旁妻子 他说自己其实啊 心里是十分后悔的 也在想 为我当初自己的老婆拦着自己 不让自己和李某相互来往 那后面那些事情 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 而和李某正式在一起 组建家庭之后 王强仍然没有履行丈夫和父亲责任 他这个人呢 好吃懒做 只想在家里躺着 花着李某的钱 心情不好时呢 还会对李某的女儿拳打脚踢 李某只能是忍气吞声啊 在李某的女儿看来 你说这样一个男人 这是不值得自己的母亲托付终身的 可是啊 李某呢 也不是什么善良之辈呀 既然王强靠不住 那就再找一个男人来依靠吧 所以呢 就在王强出门打工之后 他迅速的就另找良人了 就这样 两个本来就品德不端的人呢 凑在一起了 他过的日子可想而知 最后啊 分开的事儿也是必然的了 可怜呢 是那无辜王子的刘某 妻子啊 杀害了自己的性命 孩子呢 还被凶手虐待 自己的房屋财产 也变成了他人之物啊 还有两个人 尚且年龄不大的孩子 从小生活在这样的 重组家庭里啊 本来呢 就很辛苦 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他们更要背上 杀人凶手之子的名字 一辈子都被这个身份 烙印在身上 然而即便凶手多么悔恨 一条性命 也无法挽回了 他们呢 就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样 一桩血案的揭露 也像我们展示了 人性中不堪的那部分呢 好在呢 天理昭昭 凶手最终啊 经过十几年的这种躲避 还是受到了法律 应有的制裁 好在这种躲避 这种躲避 因为我感觉到